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酷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 我不害羞 我以前还碎碎念吗 但我又怕我弄不好 粉丝见面会从开始到结束 我就一直站台上唱歌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各自拍戏嘛 很快要转场到上海 然后我们私下也会经常聊天啊 或者一块打游戏互相怼一怼之类的 就打游戏啊 但其实现在因为大家拍戏都很忙 所以也没有怎么闲聊 一般都是你有时间快 龙哥有没有时间打游戏 我都可以理解 反正什么面面好看啊 小鬼王什么C位出道啊 没有 因为他毕竟是个坏人嘛 结果没想到大家还挺喜欢面面 但是后来确实大家也会 还挺不喜欢他的 这回是我第一次同时塑造这么多角色 然后每一个角色我就当做一个新的角色在演 还挺好玩的 不同时期吧 因为他在里面他剧本里介绍是万年前和万年后 所以时间拉的这么长 其实我觉得反而会稍微好表现一下 因为他们人物虽然是贯穿的 但是他前后反差还挺 还挺大 是因为小时候练琴特别小 然后弹钢琴的时候你指甲长出来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敲击琴键就很难受 然后拿指甲键又比较麻烦 所以弹着弹着就自己给咬掉了 就养成习惯 现在我尽量在克制 但是在不经意间有时候还是会咬掉 我不害羞 爱就像蓝天白云 晴空万灵 我不知道现在性格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了 小时候不是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反正到现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让自己会过分高兴或者是 过分悲伤或者是怎么样 我还没有碎碎念的时期 就有一段时间喜欢 就刚刚出博客的时候 喜欢记录一下此刻的心情 我还好但是有强迫症 但是我不是那么极致 我可能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比如说我对一些拍戏的时候 我对于逻辑对于什么都 就还挺有强迫症 我随机选的话 我有时候一看可能时间就过了很久 然后看完之后 我再决定选哪一条的时候 要么这一条要么那一条 我就不知道怎么弄 其实我特别想回馈粉丝 或者是办一次见面会 或者是怎么样 但我又怕我弄不好 到时候你说给大家弄过来之后 现场又特别无聊 大家又那么热情 我就怕 不能一直唱 那就粉丝见面会 从开始到结束 我就一直站台上唱歌也不好 都很美好 但是都是因为太美好 所以都像梦一样 就是是怎么发生的 自己不太清楚 然后可能要结束 但是自己也不知道 就还没有整个人没有醒过劲 我觉得 这个夏天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 现在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礼物 郑魂对我来说也是个礼物 包括郑魂女孩 嗯 就刚好在尔利之年了 哈喽 南都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雨 现在呢 我接受快问快答的挑战 我看一眼题目 一 白叔 白鱼哥哥 你喜欢粉丝叫你什么 呃 其实这三个我都挺喜欢的 自拍最经常用哪个角度 就是 这个角度 觉得自己的颜值巅峰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就是现在吧 是 我一直在巅峰 从未 不是巅峰的时候 呃 四 最近一次在微博搜索自己是什么时候 刚才 五 微博发送之后 发现忘改 呃 客户端了 你会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 我有可能会秒删 删了然后再改 但是 基本上是不会忘的 对 六 小宇宙做什么比较容易被你翻牌 呃 我是随缘翻牌 没有说是做什么 就会特意去翻牌 对 七 胡子和腿毛 只能保留一个你选择 那还是保留腿毛吧 毕竟冬天还是很冷的 呃 八 你说自己的头位大 方便透露一下吗 我头位是59 其实挺大的 呃 黄太子五秒脱一 大花轿 如果可以永久删除一个 你会删除哪个 呃 五秒脱一吧 美妆 还有吃播都尝试过了 白主播的事业版图 接下来打算往哪个方向发展 呃 后面有可能想往游戏方面发展 就是自己去直播打游戏 对 然后十个问题都问完了 嗯 南都娱乐周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朱伊龙 和朱伊龙 夸我这个 嗯 啊 帅吧 嗯 是吧 成什么呢 他是一个很活泼开朗 乐于助人的好搭档 接受接过了 如果让我重新来一次 我再接一次 他会再接你 最近一次 和 和白玉 打 打绝对求人 都可以啊 我又不怕 云烟成影 可以哼两句吗 那我换一首 云烟成影 我记不住这种土味情话 我到现在我为什么记住那一刻 不太记得住 那教你说一句吧 你觉得我有什么缺点吗 缺点 就很夸张 对 多夸张 夸张到你认不出来是我呀 在下配 你真的很练 你 尽 ничего 你 就很快 你